试一题,试一题这部分也是角度 所以你也可以用旋转 你也可以用那个极坐标 不过当然如果这样来看 那用极坐标是比较方便 不过你可以试两种,画两种 一个是用极坐标 因为极坐标的话 以这边这一题来看 这边会有一个角度嘛,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角度多少呢 它告诉我们这样的夹角是30 所以一半是多少 15度嘛 所以你可以旋转标设定15度 每15度就增量 所以你可以怎么画呢 画过来,对不对 那这边底下知道 那就到这边80的地方 然后再折过来 再折过来 然后再分别画 这边会需要有那个两边 所以我们可以再先画一条中线好了 比如说这边中线 然后把它做偏移嘛 偏移的话你必须 如果左边的话这边30 所以一半15对不对 你可以15 然后15 画一条线 然后这边再偏移过来 2525 那这个是这边只有一个20 或者你可以第一步我们20 80 然后再 再做中间这条线 我们先把这边先做出来 再来画这个线 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再把线 删除掉 最后这个部分就做出来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好了 首先的话呢 这地方 来 第一个 我们先从那个左边 底下这边开始 20 Enter 然后折过来的话是80 Enter 然后再往上 往上这一条线我不知道 那没有关系 不知道它的长度 没关系 我可以先画一条 跟刚刚那个 40体 翻例40体 一样 空白键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只知道 这边有个角度 是这个 15度 所以你可以 极座标的地方 可以给它一个15 那如果没有15的话 你可以在设定里面 直接给它增量角度 输入 15 就好了 以后如果没有角度的话 没有的角度 就是直接可以在 增量角度里面 按确定 好 那比如说我先 这边先